音樂 接下來我們要看 於式定理和音式定理 於式定理跟音式定理是出法原理的應用 出法原理我們先複習一下 如果Fofx 所以Gofx 它的上次是Qofx 於是Rofx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出法原理的形式來寫 就是被除4等於除4乘以上次加於4 也就是Fofx可以寫成 Gofx乘以Qofx加Rofx 其中這個於4Rofx的degree 要小於除4Gofx的degree 那或者是如果Gofx可以整除Fofx 這樣的話Rofx就是零多像式 零多像式沒有次數 所以我們就會分開寫說 這個Rofx的degree小於Gofx的degree 或是Rofx 本身是零多像式 那於式定理跟音式定理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把出法原理裡面的除4Gofx呢 如果只考慮它是一次多像式Ax-b的話 那也就是說Fofx去除以Ax-b 我們想要知道它的余式是什麼 那我們一樣用出法原理的形式可以寫出來 Fofx等於Ax-b 乘以Qofx加Rofx 可是呢這個Rofx的次數呢 因為它要小於除4Ax-b的次數 Ax-b是一次的 所以這個Rofx呢 它一定是一個常數多像式 那既然是常數多像式 就跟Ax無關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令這個Rofx 就是一個常數R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的Fofx呢 可以寫成Ax-b 乘以Qofx加R 如果把這個x 帶一個適當的值進去 就是帶A分之B進去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Fofa分之B 會等於0乘以Qofa分之B加R 0乘以Qofa分之B當然是0 所以這個值呢就會等於R 所以R的值就是Fofa分之B 這就是所謂的余式定理 就是Fofs除以Ax-b的余式呢 就是Fofa分之B 那當然反過來講也是對的 就是Fofa分之B是什麼 就是Fofs除以Ax-b的余式 就是 就是Fofa分之B 那因式定理的概念呢 其實是余式定理的一個簡單的應用 就是如果 如果是整除的話 如果Ax-b是整除Fofs的話 那於是R當然是0 所以Fofa分之B如果是0 就表示 Ax-b呢會整除Fofs 也就是說Ax-b是 這個 Fofs的一次因式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 Fofs如果 如果 這個 除以Ax-b於是是0 那Fofa分之B當然就是0 這是因式定理 好我們看 那 比較簡單的例子 這個 範例一他說 多項是Fofs除以S加3的余式是4 那 而且S-1呢 是Fofs的一次因式 我們這邊就直接用余式定理跟因式定理 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們把Fofs寫成S加3 乘以Q1 加余式是4 這是除法原理的形式 被除4等於除4 乘以3 4加余式 那我們 那 我們帶 這個S帶-3進去 就可以得到 這個Fof-3等於4 這就是余式定理 那 因式定理的部分就是 這個 S-1是Fofs的一次因式 所以如果寫出法原理的形式的話 Fofs Fofs就是 S-1乘以Q2ofs 余式是0 所以就沒有寫 那S帶1進去呢 當然就是 得到Fof1等於0 這就是因式定理的 這個概念 那第一小題呢 他說 Fofs呢 要去除以 S加3乘以X-1 的余式是多少 因為S加3乘以X-1 是一個 二次多項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 假設余式 是 這個AX加B的形式 就是 把它寫成 這個一次式的 這個樣子 當然如果 A等於0 它就是常數 所以 但是我們還不曉得 所以我們就直接 假設這個余式 是AX加B 那 當然從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除4 S加3S-1 我如果把S帶-3 或是我把S帶-1 進去呢 這個 S加3S-1 乘Q3S的部分 就會是0 那我們就把它帶進去看 Fof-3呢 就會 只剩下 這個-3A加B 但是前面已經知道 Fof-3等於4 所以-3A加B等於4 那一樣帶 1進去 Fof-1呢 就會是A加B 前面也只帶 這個Fof-1等於0 所以A加B等於0 於是我們就有兩個 這個 A和B的 二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解連立方程式 可以得到 A等於-1 B等於1 那也就是說 Fof-S去除以 S加3 S-1 的余式 就是 AX加B -X加1 好 這個是 第一小題的 部分 那 第二小題呢 它問 S平方-1 乘以Fof-S 除以S加3的余式 那我們就假設 Gof-S等於S平方-1 乘以Fof-S 好 那以余式定理的 概念來看 以余式定理的概念來看 以余式定理的概念來看 它要去除以S加3的余式 那我就是要去求 這個 Gof-3 就好了 所以它的余式就是 Gof-3 所以我們就把 這個 S等於-3代入 就得到-3的平方-1 再乘以Fof-3 好 -3平方-1就是 9-1等於8 那Fof-3 前面已經知道等於4了 所以我們要求的值 就是8乘以4 等於32 所以第二小題 余式就是32 就純粹用余式定理 就可以解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看翻例2 好 一樣呢 題目是 多項式Fof-S 除以S加1的余式是6 好 除以S平方-4的余式是S-2 請問下面哪些正確 這裡呢 我們 就可以看到 題杆裡面 Fof-S除以S加1的余式是6 所以我們就由余式定理 就可以知道 Fof-1 的值 就等於6 好 所以這個是 直接用余式定理可以知道的 好 那Fof-S除以S平方-4的余式是S-2 那我們就用處法原理的形式 好 假設Fof-S等於S平方-4 乘以3 呃 就假設3是Qof-S 好 那余式是S-2 所以把它寫出來 Fof-S等於S平方-4乘以Qof-S 加S-2 那S平方-4可以分解成S加2S-2 好 所以我如果把 這個 X的值 帶-2進去呢 好 就可以得到它是 呃 0乘以 這個-2-2乘以Qof-2 再加-2-2 所以等於-4 好 前面有一個0的部分 所以就前面乘 乘的部分就是0 好 所以就只剩下-4 那一樣帶2進去呢 前面的部分也是0 那後面就剩下2-2 它還是0 好 所以 呃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呃 從題目的部分我們就可以知道有三個函數值 一個是Fof-1等於6 一個是Fof-2等於-4 還有Fof-2等於0 好 這邊有 就是三個函數值是知道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選項的部分喔 A選項呢 它Fof-S除以S乘以S加1的U46S 這很顯然它 那這個選項設計是 它就是說 那Fof-S 提幹說Fof-S除以S加1的U46 那Fof-S除以 這個X乘以S加1 U46是6S 就是把 把這個除4跟U14都乘以S倍 那這樣對不對呢 一般來講不對啦 一般來講沒有 也不會那麼簡單喔 就是 就是除4乘以S倍 U19乘以S倍 不會那麼簡單喔 呃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 確定一下 它一定不對呢 應該是可以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如果呢 我們假設 Fof-S除以X乘以S加1的U4 是Rof-S 這個Rof-S的degree當然是 呃 小於等於2次的 所以它有可能常數或是一次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哪些訊息呢 譬如說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 Fof-1等於6了 好 所以我把負義帶進去 那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Fof-1的值 好 跟Rof-1的值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可以知道 Rof-1等於Fof-1 所以Rof-1 就是6 好 所以這個是知道的 就是從 從這個 出發原理的形式寫出來 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那 可是 選項 A選項裡面 他說Fof-S除以 X乘以S加1的U4 是6S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U4 Rof-S是6S的話 那 Rof-1應該就是 -6才對 所以 在這個地方就產生矛盾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知道 這個U4 一定不是 6X 所以A選項也是錯的 好 那B選項 那B選項呢 他說 X乘以Fof-S除以 X乘以S加1的U4是6S 它的選項設計 當然也是說 我把 這個 原本的 F除以S加1的U4是6 那我就全部都乘以X倍 會不會對呢 那我們就用 我們也先把這個 出發原理的形式 寫出來 Fof-S等於 S加1乘以Q2of-S加6 那我就等號的 左右兩邊全部都乘以X倍 都乘以X 所以就可以得到 X乘以Fof-S乘以 它會等於 X乘以S加1 乘以Q2of-S 再加6X 好 那它就 這樣子的形式 就跟B選項 在問的問題就一致了 就是 被除4是X乘以Fof-S 除4是X乘以S加1 那U4是不是6S 檢查一下 被除 呃 檢查一下這個除4 除4S乘以S加1 是二次多相識 好 那這裡的6S是一次多相識 所以6S 確實 可以當U4 它就是U4 好 所以B選項是對的 好 所以U4是6X 好 那我們再來看C選項 Fof-S除以S加2的U4 為-4 呃 這邊直接用U4定理 因為Fof-S除以S加2 的U4是誰 就是Fof-2 那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Fof-2等於-4 所以用U4定理 我就可以知道C選項是對的 好 那再來諸選項 它問 S-2是Fof-S的一次音式 對不對 呃 也是我們直接用音式定理 因為已經知道 這個Fof-2 等於0了 Fof-2等於0了 Fof-2等於0了 所以當然S-2 就是Fof-S的一次音式 這個沒有問題 那最後E選項的部分呢 Fof-S除以S加1 S-2 的U4 是 是不是6 呃 呃 它 它這個選項設計 這個選項設計 顯然就是 呃 前面 題幹說Fof-S除以S加1 的U4是6 那我們又知道S-2是一次音式 所以它就 它就問說 欸那 有一個是U6 一個是U0 那這個 除以S加1 S-2 它的U4會不會是 就只剩下6而已 那個0 是不是就可以不理它 是不是這樣 呃 一般來講也不是 也不會對啦 我們如果只 就是 如果用我們的經驗來看 一般來講這個選項 也不會是對的齁 那但是我們要怎麼去看它U4是誰 我們一樣用處法原理的形式寫出來 把Fof-S寫成 這個S加1S-2 乘以Qs加U4 那U4 那U4假設AX加B 好 其實跟前面翻例1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們就假設U4是 這個AX加B 那我就帶 AX的值帶-1跟帶2進去 那帶-1進去呢 我們就只剩下-A加B 那題目也說 就是在前面我們已經有 這個Fof-1的值是6 所以-A加B等於6 那帶2進去呢 我們也知道 這個Fof-2等於0 那把2帶進去 就剩下這個2A加B 所以我們有 有這個-A加B等於6 2A加B等於0 然後解A跟B的2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可以得到 這個A等於-2 B等於4 所以表示它的余式呢 應該是-2x加4 不是6 於是是-2s加4 所以E選項 是錯的 好 最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范例3的題目 范例3它說 多項是Fofs除以4s-12的3 是Qofs 於是是R 好 那是哪些證券嗎 我們先把它 這個 用於是定理的形式寫出來 Fofs寫成 4s-12 乘以Qofs加R 好 那 A選項它說 那去除以這個 s-3的3 跟余式是誰 那 當然這邊的s-3顯然是對應 提幹裡面的除4 4s-12 s-3就是 就是 把這個4s-12的4倍提出來 就是s-3 所以我們就 真的把它提出來 把這個上面 出海原理的 形式 裡面的這個 4s-12 提出4倍來 就是4倍的s-3 好 那剩下部分 都沒有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呃 這個Fofs除以s-3的 它的3 4應該是4Qofs 好 余式呢 應該還是R 余式是R 沒有變 好 所以A選項是錯的 再來看 B選項 B選項跟C選項呢 都是 呃 被除式都是 x乘以Fofs 然後都要除以4s-12 一個問余式 一個問商式 好 那我們就來 兩個一起看啦 好 那我們就一樣 用出海原理的形式 把上面的這個 Fofs等於 4s-12 乘以Qofs加R 我們通通都乘以x倍 等號左右兩邊都乘以x倍 好 那寫成這個形式的時候呢 呃 我們可以注意到 看起來好像也是有一個 倍除4 等於除4 乘以3 然後再加這個余式 的樣子 好像已經有 已經有這個模式 已經有這個樣子了 可是留意一下 這個 這邊的Rx Rx是R乘以X 這裡的R乘以X 它是 一次多相識 它是一次多相識 可是 這個B選項的除式 4s-12 也是一次多相識 所以 這個Rx不是真的余式 它太多了 它次數太多了 它還可以再 把這個4s-12的部分 再提出一些出來 那 所以我們就把它提出來 所謂提出來的意思就是 我們再去除以 把這個Rx 再去除以 4s-12 那 我們 當然這個3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Rx 係數是R 那4s-12 s相係數是4 所以它的3 應該是4分之R 那4分之R乘以4s-12 就是 Rx 所以 把Rx 去除以4s-12 得到的3 4是4分之R 於4 是3R 所以Rx 可以寫成 這個 除4乘以3 4加於4 所以Rx 可以寫成 4s-12 乘以4分之R 再加3R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Rx 整理成這個樣子 那把前面的部分 補上 好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 這個 x乘F 它就是 呃 x乘以4s-12 乘以Q 再加4s-12 乘以4分之R 加3R 那在這裡呢 前面兩個部分 千兩塊的部分 都有4s-12 所以我們可以把4s-12 體出來 那剩下的部分 就是x乘以Q 加4分之R 這個是 商市 紅色的部分 就是商市的部分 最後 3R 它是一個常數多項市 3R 就是於市 所以就 很OK就是 一次 那 它的 於市呢 是常數 所以 於市是3R沒錯 那但是它的 C選項的部分 這個 商市應該是 Q 應該是 X乘以Q X 再加4分之R 才對 所以C選項是錯的 好 所以這是BC選項 呃 我們 我們 其實再想一下 假設它只有問這個 B選項的話 其實B選項因為它是除以 4S-12 其實我們在B選項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 我們其實可以更快的知道 於是 為什麼呢 因為用於是定理就好了 用於是定理就好了 如果把這個 X乘以F 把它假設成 把它假設成 這個 G G X 把它假設成G X 那 那 呃 呃 那我們就帶這個 4S-12的 讓它等於0 所以把X帶3進去 X帶3進去 我就可以知道 呃 這個 它去除以4S-12的余式 應該就是3啦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這邊 剛才這邊有個箭頭的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我把 這個G of S 就是 這個X帶3進去 就可以得到 呃 前面的部分就是0 然後後面就是3啦 所以G of 3的值呢 就是 就是3乘F of 3 就是3啦 好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其實是 在 呃 B選項的另外一個做法 然後 B選項的另外一個做法 就可以比較快的知道 它的余式 其實就是3啦 好 那最後珠選項呢 呃 諸選項其實也是用余式定理 就可以 判斷喔 因為我 呃 它是 它一樣是除以4S-12嘛 所以我們就 這個 除4是一次多像10 所以我們就 帶 把這個X的值帶3進去 所以我們令 令 H of S 等於F of S的平方 好 所以我 帶這個H of 3 進去就可以 就是H of S除以4S-12的余式呢 就是H of 3 這是余式定理 好 那H of 3呢 就是F of 3的平方 好 那F of 3 F of 3是 多少呢 就是R啦 因為 前面已經知道這個 呃 余式定理 就是一樣從余式定理 我們可以知道F of 3 的余式是 呃 F of 3 就是F of S除以4S-12的余式 就是R 所以F of 3的平方就是R平方 好 好 那這個是珠選項 好 那 呃 E選項的 部分呢 其實 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裡其實沒有辦法 太 有太多的訊息可以知道 它的余式是什麼 因為 這個F of S除以4S-12的平方 它的余式 它有可能是一個一次多相似 它有可能是一次多相似 它不一定是常數 所以 在 這裡呢 其實我們反而 反而其實 不是很能確定這個 呃 余式是多少 好 所以這個E選項是錯的 E選項 在這裡E選項是錯的 好 OK 那所以 嗯 這樣子我們這一題 就這樣 好 討論完了 我們